Odia Jungle 一起重建家园 大陆这一份温暖而极客的善意表达 可以说是两岸一家亲的具体实现 台湾《望报》今天刊文 认为台湾人民也应表达最诚念的谢意 蔡英文也应该表示欢迎 毕竟 凡是没弱救灾及 在重大天灾来临时 所有政治思考都应该退位 最重要的是如何在第一时间 抢救受阔的灾民 减少伤亡的人数 救援人员成功解救受困15小时的花莲统帅饭店 被困员工文章指出 大陆因敷衍广阔 实时受天然灾害威胁 故在救灾工作上 累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其救灾能力备受国际社会肯定 在救灾分秒及时的黄金时间中 若有大陆搜救队的加入 多一分助力 台湾受困灾民就多了一分生存机会 单单就这一点来看 蔡当局就应该以悲悯灾民的人后之心 尽快的同意大陆搜救队来台湾救灾 退案不严 就算蔡当局还是要坚持政治思考 反而更应该同意大陆搜救队来台 因为蔡当局若有此胸襟 等于世卫风动近两年的两岸关系 容许第一道兵墙 让彼此将持住的关系 有机会递出第一个杆栏之 台商解囊捐资捐物 尽管两岸关系紧张 但花蝶六日深夜强震 却让两岸人民一夜难眠 不仅台湾多家企业拿出千万捐款与物资 大陆台起连也率先拿出600万新台币捐款 还有不少台商以个人名义捐款 多个在大陆的台湾团体 也组织了捐款活动 在大陆的台商微信朋友圈 不少人都贴出最新抢救进度 报平安 以及为台湾为花莲祈福等文章与图片 身为花莲人的前北京台商协会会长林青发说 家乡有难 愿意捐100万新台币坐镇后重建 两岸都有布局的台湾东元集团 也联合摩斯汉堡等相关企业捐500万新台币 并发动员工捐出一日所得 北京市台协会长张启正表示 将联合该会所有副会长捐款100万新台币 而北京乔福智业有限公司 乔普帮草地跟进 单独捐款100万 昆山市融合慈善基金 台湾学生联谊总会 大陆台籍医师会等也都发起捐款活动 让在大陆的台湾人都参加 两岸社会也是患难见真情 花莲六日深夜祥阵发生后 大陆微信媒体公众号与朋友圈 当晚开始 陆续转发新闻报道 祈福图片和预计 表达对台湾的关心 央视微博下 有大批网友在7日凌晨时分送上暖心评论 为台湾祈福 加油 期盼海对岸的同胞一定要平安 天涯论坛也出现大量关心和祈福的留言 更有大陆网友号召捐款捐物资 有网友发文表示 两岸尽管有很多政治上的摩擦 但毕竟都是血浓于水的中国人 台湾有难 大陆理应支持 并呼吁 台湾这次地震 大陆人也应像台湾民众 对待汶川地震一样倾囊相助 用实际行动 捐款捐物 让台湾同胞感受来自大陆浓浓的爱 给台湾来次惊喜 也有网友说 台湾有难就等于大陆有难 台湾的灾后重建和救助 大陆人也要出一份力 应该尽可能多的捐款捐物 还相当有心的询问 台湾有支付宝 微信吗 好捐款 人民日报海外网微信公众号港台枪 7日也以为台湾习服为标题 高度关注灾情最新进展 央视7日上午9点新闻直播间 报道了花莲灾情 环球时报 则以大陆为花莲跨海送暖的信号 连到内绿媒都接收到了 微提称 花莲地震7日登上微博热搜第一 为花莲祈福成为大陆互联网的主情绪 多位大陆明星7日一早 得知消息后 纷纷通过微博发文祈福 希望台湾民众一切平安 在年关将至世纪灾难 赶快离去 顺利团聚 面对无情的灾难 两岸人民以实际行动展现一家亲 在大陆的台商纷纷解囊 并不因为蔡当局拒不承认 九二共识 而减缓对台包的救助 大陆官方和民众 更不因为蔡当局对两岸交流质疑涉俗 而对同胞的灾难冷眼旁观 蔡英文7日赴花莲慈济医院探视伤患 期间也关心了来自北京的大陆游客 并协调海基会的同仁前来关注他们 比起火烧车事件中 对大陆游客的冷漠 蔡英文这次有了明显进步 台媒指出 如果蔡当局能把对大陆游客的善意延续到灾后 至少可以让结冰的两岸关系出现裂缝 而已经准备送入加护病房的两岸官方关系 或许尚有挽回余地 本文综合自台湾旺报